小哥哥 我厉不厉害 我把四水救起来了的 厉害 但是以后不能这么鲁莽 对 你顾玉哥哥说的对 你很厉害 但是以后可不敢这么鲁莽 我们珍珍这孩子就是心善 他不但心善 眼里也揉不得沙子 不然也不会去招惹原家人 村长点到正式 李氏就暂时交给你们家了 你们放心 若是李氏有个三长两短 我会替你们作证 绝不会让他娘家人 讹上你们 等他醒了 你们问问他将来的章场 是回娘家 还是伴个女户留在村里 还是得劝他回娘家 留在村里 他一个福到人家 又没房子 没田地 该怎么活呀 我给四婶婶她工钱 请她给我干活 小哥哥 你知道我四婶婶叫啥吗 你今后可以喊到李婶婶 嗯 我请李婶婶 给我干活 你个小丫头 有什么活可以请人帮你干的 可多了 帮我照顾小哥哥 给小哥哥洗衣服 给小哥哥做衣裳鞋子 给小哥哥端茶送水 这丫头心里眼里啊 都是玉哥呀 干脆长大了 就给玉哥当媳妇得了 这么好的媳妇 上哪儿找去呀 珍珍觉得 村长说的十分有道理 找不到哟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的 哈哈哈哈 哎呀 你个小姑娘 从哪儿捡来的这些话呀 来呀 就过路过 不要错过 看你敢尝一尝 这么好吃的油 高精髓一夹 过了这个村 就没有这个店了咯 一时间 原本沉闷的气氛 被她这番闹腾 瞬间就弄得没影了 行了 我也告辞了 你们忙吧 你们呀 也要提防着老袁家 再找事 我跟你一起走 你先回去帮我看着火 我帮着新家母忙 一会儿就回来 注意啊 别让锅里的水烧干了 你不识看一眼 若是要没水了 就加一点 姑秀才好脾气的印象 您真是好脾气啊 我们这些粗人都不下造访 您堂堂的秀才工 还去造访干活啊 不是有句话叫做 君子远刨厨吗 这些话 不必放在心上 若真有人将这句话 奉若真理 那万一有一天 没人给做饭 吃吃又没钱 那还真情等着饿死 再有 家是夫妻两个人 不是一个人 夫妻本是一体 应该相扶相邪的 走完一辈子 平日里有什么事 自然是商量着 家里的活儿 也可以分着干 您说的对 我可是受教了呀 唐屋里 就剩下顾玉跟真真两个人 顾玉很严肃地 跟真真讲着 她的生命有多么的宝贵 想让她明白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 值得她用命去换 真真听得认真 不时点头 跟顾玉保证 但顾玉总觉得 她的保证不靠谱 可她又能怎么办呢 只得印信规定 以后不许你跳河救人 跳进河里游泳也不行 那万一 爹娘和弟弟娘亲 跳河里呢呢 也不救吗 小哥哥 不是教我要相识父母的吗 若是爱三四郎 跳河里了 小哥哥也教过我 要有爱兄弟的 顾玉心塞呀 教小孩怎么就这么难